清光绪年间山东某乡有一个恶棍 整日的不思劳作 投机摸狗 搞得当地乡民烦不胜烦 好几次联名上告 官府都只是将他关上几天以后 又放出来了 这天恶棍刚刚从牢里出来 他心中不服 想要找个机会好好报复一下 那些让他进牢的乡民 恶狠狠的自言道 我真想吃了他们的肉 喝了他们的血 他走到一口枯井旁 灵机一动 想要这口枯井伪装一下 做个陷阱 到晚上时 因乡民到死 然后让其掉进枯井里 正在伪装陷阱的时候 得意忘形的恶棍 不慎掉进了枯井里惨死 央民们一连好多天不见这恶棍 茶余饭后聊天时 大家都说 大概是官府将恶棍永远的关起来了吧 还有的说 这个恶棍肯定是良心发现 远离了家乡 不管怎么样 恶棍没有再出现在他们面前 为此乡民们还买了鞭炮 放了庆祝一下 这天晚上 马老汉带着未出嫁的女儿小红 来到地里准备拉一车干柴 明天好用 马老汉和小红刚刚拉头车 走过这口枯井 就从枯井里慢慢的飘出一个鬼魂 是那个恶棍的鬼魂 他看到马老汉的女儿后心中大喜 恶棍生前就一直想要得到小红 几次三番的去骚扰小红 都被马老汉拿着菜刀给赶了出来 现在变成恶鬼的恶棍自然不会放过这么好的机会 待到马老汉和小红拿着一车干柴回来时 恶棍就从这枯井中飘出来 变成了一个恶鬼的模样 吓得马老汉和小红大声的喊叫 马老汉为了保护女儿上前和恶鬼拼命 不料恶鬼将马老汉杀死以后 又将小红给欺负了 然后将他们妇女二人身上的肉都给吃光 再喝了他们身上的血后 将两堆白骨推进了枯井里 那恶鬼满足的回到了枯井里 第二天 马老汉的邻居李大娘家里 来了亲戚 想去马老汉家借点粮食来用 可是不管李大娘怎么叫门 里面都没有人开 李大娘以为他们上田地里去干活了 只好前往地中寻找 刚刚走到有枯井的那条路上的时候 看到了马老汉家中拉干柴的车 李大娘感到事情不妙 便叫来了村长和其他村民 他们查看一番 有一个年轻人说 难不成马老汉和小红不小心掉进这口枯井里了 来不及多想几个年轻人赶紧做好工具 扔进枯井里打捞 不一会儿他们从枯井中捞出了两堆白骨 一位做过五座的村民看了以后就说道 哎呀 这是新鲜的白骨 一副白骨的年纪在五十岁左右 另一副在十五六岁呀 此话一出村民大为之惊 因为马老汉和他女儿的年纪和五座说的差不多 事情很快就传开了 一些人就议论着说 哎呀 咱们这里肯定出现了妖怪了 把这马老汉和小红都给吃了 要不咱们请个道士来吧 还有一些村民说 这也不一定是妖怪干的 也可能是恶鬼所为 但是咱们这里怎么会出现恶鬼呢 在事情还没有搞清楚时 咱们还是先不要请道士了 村民们将马老汉和小红埋葬以后 当天晚上 一些和马老汉生前要好的村民 来到他的坟前 准备再敬杯酒 正在敬酒的时候 听到了几声可怕的笑声 转身一看 看到一副白骨正在向他们走来 瞎得几个人站在原地 跑也跑不动了 突然白骨变成了乡里恶棍的模样 那几个人这才明白 原来是恶棍死后变成的恶鬼 在危害村民 可是现在明白已经太晚了 只见那恶棍的鬼魂又变成了恶鬼的模样 将那几个敬马老汉酒的人全部杀死吃掉 在田地里留下了几堆白骨 此事一出 村民和官府都非常震惊 经过商量 他们请来一位法力高强的道士 道士来后 在村中摆了神坛 做法后明白了一些 道士告诉村民们说 此处原有一个恶棍 想在枯井处做陷阱害人时 不慎掉入枯井中死掉 死后的恶棍没有去投胎 而是变成了恶鬼 在晚上出来害人 村民们听后 纷纷恳请道士为民除害 收了这个吃人的恶鬼 道士想了一下 让村民找出两个未出嫁的黄花少女 来引恶鬼到他部下的阵法中 然后他再将它收了 村民们商量之后 让村中的小花和小香 前去引出恶鬼 晚上月亮升起时 两个黄花少女将恶鬼 引到了道士部的阵法中 那恶鬼剑上了当 想要逃出的时候 被道士挥动的陶木剑给挡住 恶鬼和道士一番打斗后 被道士一剑刺中胸口 但是那恶鬼并不服气 在做最后的挣扎 想要和道士同归于尽 道士眼看快要和恶鬼一同消失时 大叫道 你这恶鬼 生前做恶事 后还要做恶鬼 你就不怕我到阎王那里 参你一半吗 会让你下十八层地狱 永世不得超生 还有快去投胎吧 此话一出 那恶鬼就待了一会儿 道士趁此机会将恶鬼收到了 装鬼袋中 恶鬼被收了 村民们终于放下了一颗心 他们拿出准备好的物品 让道士收下 道士没有收 只是对村民们道 在明晚月圆之时 一定要将那口枯井 用坟上土填好 不然这个恶鬼还会不服 道士连我也没有办法了 村民们听后 纷纷点了点头 第二天晚上月圆之时 村民们按照道士所说的 将那口枯井给填平 从此之后 这里也再没有出现过 恶鬼害人之类的事 村民们听后